你就是醬就對了 哇 那你那個就很接見 涼麵就對了 涼麵就是比較常溫 我們那個比較冰冰 味道比較Q 因為遇到冰會比較Q 麵會比較Q 就特別的 你是在哪裡賣 你是在哪裡曬 網路上嗎 還是 曬這麼多 他本人沒有在出售的 不是 我說你的麵是在店裡賣 對 店裡賣 對 所以去你店裡吃的人就是 就是他會自己走進你店裡吃 但是還是 他推進來的 因為 因為他被通進去的 自己走進去 在門口被上其他滑倒 不是 因為通常 通常像現在這樣比較新奇的東西 都是網路上 他店門口上那個陷阱 就是 喝了一口罩 不是夾到夾 我大使毒鼠夾 你是五人氣就對了 如果是真的 我們今天開始在現場可以品嘗一下 真的 又像假的好不好 旁邊休息一下啦 謝謝 每天可以熱賣上百碗喔 真的很特別喔 一起來歡迎第二位 槓槓來囉 歡迎槓槓 唉唷 各位 你們運氣好 今天 牠就來了 這隻狗很有名的耶 槓槓好Q喔 這隻狗很有名 很有名的 妳好 牠叫槓槓嗎 對 槓槓 為什麼叫槓槓 槓槓 牠原本名字叫小金剛 然後習慣叫 小名叫槓槓 這種狗喔 妳怎麼玩牠牠都不會生氣 對啊 好溫和 牠有什麼絕技 這隻狗很厲害喔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用什麼打 打撞球 牠用牠的手打 用牠的這個腳掌這樣子喔 對 我也用牠的 尾巴… 你會用牠的尾巴打出去 而且這隻狗出現在YouTube裡面 你把牠拍下來是不是 在網路上 對 你是怎麼發現牠能夠 其實是之前跟朋友打撞球 那時候我帶牠過去嘛 牠就爬上來 那時候就是牠打撞球很無聊在旁邊 牠聽到那個聲音的時候 咬…的聲音 牠好奇就會爬上來 天啊 牠爬上來 然後牠一開始是想要咬那個球 對 因為牠看到那個 狗狗都會咬球 看到球都會很興奮 所以牠那個 後來牠就用手去推喔 牠 牠後來咬不到 因為撞球其實還蠻重的 對啊 牠咬不到 牠想要用手去撈 就變成撞到牠 對 牠就變成去撞到牠 發現說 欸 這樣很好玩 對 我們就拿牠的手來玩 就是把球擺在洞 把球擺在洞口那邊 就給牠手去推 那牠本身也知道那個邏輯 是要把牠球推進洞嗎 牠一開始當然不知道 一開始不知道 慢慢學習 就是牠推進 牠推進的時候我們就給牠吃東西 還有訓練的 訓練食物是最好的誘因 對 那牠本身還有其他的這個功能嗎 功能 什麼叫功能 握手啊 握看門啊 還帶小朋友去上課嗎 打119或什麼這些 有狗啊 上次不是來嗎 然後他1加1等於多少 這樣 後來我就考了一個6加4等於多少 他說 怎麼還是2啊 對啊 那不對啦 那個主人就說 對啊…第一個答案是 1 10 握手可以嗎 這時候可以 試試看 示範一下 來 坐下 剛剛 坐 剛剛 坐下 牠不是你的狗 失控囉 好不經驗喔 來 擋一擋好險 握手 牠真的會嗎 你衝不甘願的耶 牠不苟妳耶 還是你的 牠好愣靜喔 牠想睡覺了 不是 因為牠覺得這個太幼稚了 牠不想睡 剛剛 握手 她完全不看妳耶 剛剛 牠有跟你不熟 我先懷疑妳是她的小朋友 握手 妳這樣 妳是要看嗎 各位 妳好 謝謝妳 而且還慢動 我跟妳講 好乖喔 妳換手 妳這樣換手看看 妳整個訓掉 妳真的拿著了嗎 牠喜歡美女 謝謝 來 有什麼問題問牠 沒有 我剛才還不懂 牠是怎麼樣打撞球的時候 我以為牠是會還會架球 真的嗎 我剛剛也這樣想 對 牠是在球桌上面撞 對 在球桌上面撞 整隻狗在桌子上 當然沒有整隻 牠是會趴在上面 那根本是來亂的好不好 就趴在球桌上這樣子 牠還會先告訴妳 說等一下白球撞黃球之後 再彈到對 這股脾氣好不好 踩牠尾巴牠會咬人嗎 不會 牠尾巴 牠尾巴沒有感覺 對 來 以柔 其實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所以妳現在會帶牠 這樣子去到處表演嗎 現在比較少啦 是之前在老家那邊的時候 那表演有費用嗎 當然是沒有 可愛的港綱竟然會打撞球 而且影片放在網路上 有上百人點閱了 真是太酷了 港綱到旁邊去一下 會撞球的狗 是真的還是嫁的 王丁青來囉 歡迎 歡迎王丁青 76歲 厲害 好可愛喔 好像八仙過海裡頭腳 不一樣的 阿公 爺爺長得好可愛 你是不是有八仙過海裡頭 你有咬一條 爺爺那個耳毛還從我耳朵噴出來 而且她這個眉毛 眉毛長得好像 龍蝦有沒有 六腳兩隻 妳歲 阿公妳幾歲 七十六歲 七十六歲 我真的是一歲八仙 她是超級的阿公猛男 猛男喔 大家注意這兩個字喔 這標準下錯了吧 妳們相不相信 沒有啦 好 我告訴妳 她伏地挺身可以做80下 怎麼可能 是很標準的那種嗎 伏地挺身是很好的時候 可以做這樣子 很狂好 普通就只有五六十下 五六十下也不得了啦 憲哥做十下都有困難耶 拜託 妳真是大看我耶 甚至高難度的滾輪 就是一個輪子 滾輪啊 妳也可以做三十下 對啊 我最多可以做三十一兩下 四十一兩下 好可怕 這樣喔 妳參加健美啊 妳去參加健美 去比賽喔 有肉有嗎… 有喔 我也… 得意的一天 那很黏嘛 保速摘 得意的一天 得意的一天不是燕麥片之類的嗎 沒有啦 因為桂花油 桂花油啦 桂花油 我桂色劑 我桂色劑 桂色劑 會黑黑的那肌肉看起來 會看起來比較厲害 所以阿伯是那個 我看那雙條比較好… 奧丁名字沒有啦 名字是沒錯啦 因為他們都穿國手 國手少年 我是那個新椒 新椒 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 什麼新椒 妳是 對啦 什麼新椒 所以阿伯是 他脫下來是像根紅 好清楚 來 妍妍 那這樣 妍妍你健身啊 你的老伴覺得 你的心情是什麼 開心啊 開心嗎 這樣子 妳一天要練多久的時間 一天不一定 如果是平常 如果有時間練差不多兩三點鐘 哪有你真的身體很勇敢 還有時間 再去的時候健身房 多少又稍微電量 妳跟我一樣 我也是一天差不多兩點鐘 最早一點多鐘 妳是 妳是在練什麼 玉喬姨 阿公怎麼會決定就是 年紀大了才開始練這個健身 為什麼 我從年輕 從年輕就想要練了 沒機會 剛出道的時候 剛出社會的時候 剛出道 你是藝人喔 我讀唱片 那個22歲我就開始去練了三天 才練三天喔 才練三天 記起來這麼清楚 在工作 沒時間 老闆不跟妳跑啊 不讓妳這樣跑來跑去 看起來好真喔 對啊 好可愛喔 我們問到這裡了 阿公 妳旁邊站一下好不好 高齡76歲的王丁青 是全台最年長的阿公猛男 威弟挺身跟滾輪都難不倒他唷 或說今天也太難猜了吧 三年人之中有誰在說謊呢 一起來動動腦猜猜猜看吧 那今天三個都好真喔 到底誰說謊演言 2號耶 2號為什麼 拜託他 這個狗那麼誠實的臉 剛剛 有啊 狗是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不是會拿狀況 我看到了 真的 所以我選2號 所以妳選2號 盧廣仲 對 對耶 2號有像 來…柯也柔